所以现在是这样 既然李先生向我们求助 我们还是有义务来帮帮他 看看通过我们的平台 跟这位董先生联系一下 能不能联系得上 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现场联系一下董先生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董先生吗 什么事 是这样的 您的朋友李先生 曾经跟你一起 你们出资 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拆迁了 因为这个事情 利益后来的分配问题 他向我们求助了 我有几个问题 想向您求证一下 我们那个是三个人的事 对 原来两个人已经做什么了 你找一个叫刘江桃 让他找刘江桃 刘江桃在找我 我们三个人一块 可以解决这问题 那您有没有一个 初步解决的方案 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您问刘江桃吧 我们这事吧 大多数的事吧 都是刘江桃说了算 你问刘江桃吧 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 您最后自己拿到了多少钱 我没拿到多少钱 具体数字128吗 还是100 都不是 都不是 刘江桃吧 好吧 那如果这个李先生 您认为他是找您 再继续进一步谈好 还是进一步找刘先生谈好呢 那那个我问问刘先生吧 好吧 在与董先生连线的过程中 董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而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刘先生处理 在前期调查中 编导也曾多次联系过刘先生 刘先生表示并不想接受采访 只想私下解决 只是如果是私下解决 董先生又不愿出面 这究竟该怎么办呢 对于李先生想要按照出资份额 要回拆迁款和部分房租的诉求 律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合议环节 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 首先他们买的是公租房 那这个合同效率实际上 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对于合资买房 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们之间到底是投资行为 还是其他性质的行为 一旦他们之间产生分歧 那么这套房子 很有可能就不像他理解的 说大家收益平单 无论租金也好 还是车钱款也好 可能都不是一个平单状况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李先生这种 非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会触犯相应的法律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首先在提供解决方案之前 先把您的事件 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那么实际上呢 你们最开始 对这个公租房来进行投资 你们的投资目的 当然是为了收取回报 是不是主要是针对租金 租金和拆迁 当时就遇到拆迁 因为我们就是搞拆迁 好 那么其实在当年 你们进行投资的时候 我们把这套房屋 落在了董先生名下 并且你们事实上 按照真实的租金 来进行了分配 那么我们看到一般的投资 我们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要结合你的出资比例 来享受相应的收益 但是你们之间 在享受租金的时候 没有按照出资比例 来享受 实际上就是平分了 那么这视为 对之前约定的一个事实认可 并且已经执行了十多年 到现在为止 您说我想把租金再要回来 我不认可当年分配了 无论从时效上来讲 还是从实体的内容上来讲 我觉得都很难支持您的主张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我们说投资 在你们投资完租金以后 这个房屋后来发生了拆迁 产生了相应的拆迁安置收益 这个收益 是不是你们当年在投资的时候 就预见到 打个问号 您可以说我预见了 但这两个人也可以说 我没有预见 那么这种情况下 基于拆迁 很有可能就由这个成租人 他掉来了 我们当年说了 投资就是基于租金 那么现在基于拆迁 这个收益 就全归我成租人 这个收益应该归我 不应该跟大家分配 或者说已有的分配 我认了 我愿意给你们 我不再追究了 这也可能是他的说法 所以这种情况下 跟他们坐下来谈 谈什么 您想清楚了吗 不是再去要那60万 先把已经拿到的钱 先确认下来 这是我的投资回报款 然后人家还欠不欠你 再说 别现在倒兜的钱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钱 回头再让人掏出去 对 好吧 好 这个建议非常好 这个建议不错 好 好 好